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各位早晨 来到9月29日星期五 欢迎收看《以天开始直击》 我是Irene和阿姨 今早还有中微证券研究部 执行董事王伟豪Rafi 为大家分析释放解答投资问题 早晨Rafi 我是Irene 我看到美国的美责息 高位回落 股市终于升幅 道指升过8点 而恒指期升148点 高水181点 北水开始放假 加上贵劫 不知市场会怎样移动 稍后会问Rafi怎样看 即是10月份 以至第四季的部署 黄金周概念股 又是否炒不起 都会说下赌股 大家有什么个别股票而难 欢迎Whatsapp 留言给我们 电话是966133819 或是可以在节目留言区留言 说你的名字 和想问的股票问题 现在先看看外围表现 华府停摆僵局代破 但美国经济增长保持弹性 第二季GDP终值维持增长2.1% 而最新就业数据都稳健 美国十年期债息冲到4.7来之后回转 美股星期四先跌后反弹 道指最多升超过200点 周市升幅收拾 升116点 报33666点 标指升25点 报4299点 纳指升108点 报13201点 美匯指数扭转6日升势 轻微回调 仍然守住106关 欧洲股市靠云 看焦点美股 Meta升2% NVIDIA和Google升超过1% Tesla和苹果升不够1% 亚马逊一度跌2% 收市转为持平 而另外 美国最大几亿晶片生产商美光 预测今季亏损大 股价跌超过4% 看焦点中概股和ADR表现 网易比起本港收市升2% 自宣布154.4% 美团和阿里巴巴升大约1% 腾讯ADR自宣布299.34% 比本港收市价升0.7% 汇丰控股偏强 ADR比本港收市升超过2% 自宣布62.16% 港交所升大约1% 友邦升0.4% 看今早外围市况 导致期货偏远 33877.15% 纳指期货偏远 至于亚太区股市 各别发展 其中日本市偏远 日经平均指数31853.18% 亚太区市都靠远 其中澳洲市升0.3% 新西蘭市升0.5% 而南韩都继续中秋节假期休市 而港股方面 看看黑期 如是静眼港股 今早早可能有机会高高 而黑期升近130点 我们先和Ravi谈谈谈外围市况 因为大家都知道 美股最近正在调整的阶段 最新有些美国经济数据出路 仍然显示稳健 当然等待今晚的PC也很关键 政府停摆消息 没有最新进展 但是看到昨晚的资金 一方面流出美元 因为美股会稍微回落 但一方面已经买入美债 推低债息 最近大家最关心的是 债息会飙升到多少 你看看债息接近见顶尾 而美股今次的反弹 暂时也不是说力度很大 会不会还有10月 传统股灾月 会不会有一个再大跌的风险 当然 10月经常说股灾月 但以往上可能比较多次数是这样 但是不是真的以往这样 今次一定是这样 我觉得又没有什么绝对性的因素 纯粹是一个参考 反而我觉得真的会看看 这一刻一些基本环境 究竟如何去判断市 反而这个我想更加实际 如果你说说 现在突然间市场是非常乐观的 无理由入了传统10月 股灾月一定会跌 这个我想要看实际当前的环境 说真的 现在的环境上说 我自己对于美股 还是比较审慎 但当然 譬如昨晚 因为过去差不多一个多月 其实美股由高位调的幅度 也不少 三个指数也是 或者甚至你捏连 可能罗素2000 我们比较中小型的企业 的指数 其实回复的幅度更大 也反映回了这么多之后 说真的一两下的一些反弹 一两下的一些小小的回升 其实一定会出现 所以我认为是否这么快 因为昨晚一升等于后市 又可以更加乐观 我认为是继续看下去 因为始终近期比较大的变化 最主要是债息 或者对于加息 息口的预期因素 有比较大的改变 其实这个真的离不开 譬如上星期的议息会议结果 其实上星期五来也有说过 其实最主要是点神图 令大家对于之后息口的看法 有多大的一个改变 因为一来结果就比较凉 变上Hiverlonga这个说法 就更加好像很实在 变相相对来说 息口落在更高的水平 甚至乎 就算加多一次之后也好 可能是不用加了 但真的未那么快 减下来的时间 对于债息息 息口的因素上 一定会更加有一个推升的情况 更何况部分大行 其实更加摸通 一个七厘 对 就是大家会捱不住 当然这个我想 是不是真的继续看 我觉得机会性不高 但是怎么说也好 起码大家都挺有共识 或者大部分人都觉得 尾息在高位 都是一段颇长的时间 可能不要说是否保持 现在五厘半这些位置 可能会减少 但是复旗两天都去到五厘 可能浪住也会保持很久 原上你这样的情况 对于债息 正如刚才说一定是拉升情况 所以近期 美债息十年期方面 最高4.6流上 差不多4.7的位置 的确是令到股市售额的一个主要因素 因为始终 因为可能一个多两个月前 大家觉得可能已经加够了 不会怎么加了 或者曾经觉得夏令会减几次 四次 你现在一旦 原来不是 还有一次加 甚至可能之后会再加 又或者就算不加了 未必这么多 那变成 在无论债市 股市 汇市等等 我觉得也有类似 是要可能重新定下价的情况 因为你如果 息口继续加上去 你股市一定是受压的 这是很传统的 很厉害 而今晚配合整个美股 年初指金升的幅度又大 估值其实也降了N多次不低 所以变成这些一定有个调整压力 虽然你说 反而短期后市 美股譬如可否再大人或者再升 真的好看着债息 是不是好像昨晚那样 譬如有些回落的情况 如果这个情况是持续 譬如假设10年的债息 真的由现在可能四厘半流上 下来可能四厘二、四厘三 当然 对于美股会是好一点 起码有个泉息的空间 但是如果相对债息还是落在高位 不要说是否上到五厘 但是如果继续落在四厘六 四厘半流上这些位置 继续继续走 其实股市压力 我想也不能完全忽视 所以变相 都是偏着 可能审慎数数去看 更何况 除了对于整体的指数之外 其实债息升 我明明对于这些踢股 其实都是比较利胆的 科技类股份 过去这两个月都说过 你见年初 带着整个市场来 那七只科技类股份 有些高位也回了不少 对 其实有三只科技类股份 过去这两个月是回得很急的 例如大家熟悉的NVIDIA 其实都回得比较多 所以也发现这些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觉得 如果你说这些因素 没有特别大的逆转 你说美股在这一刻 有一个很大的上升 似乎也不是太容易 我想会调整 但始终由高位下落得比较多 我想如果现在来计 又未至于说 会触发到一个很大的急跌的因素 但要留意之后一些情况变化 例如除了债息之外 可能已经说了一些 例如政府停摆因素 或者过去说罢工的情况 这些都会阻挥着 譬如通胀回落的情况 以去再看息口是否需要再加上去 以来就真的看数据是否可以预期出路 这也会影响处局之后的预期 是 我们放长假的时候 不知道外围有没有什么新的变动 就像刚才说的短期的事件 会否继续发烤 美股相对要审慎一点 但港股仍然审慎了很久 怎算呢 我先总结一下上日表现 继续问Rafi 港股的情况有没有好一点 那麽其枝结算日 昨天大使售再创了今年的新低 麦恒指低开24点之后 见到走势都是向下 下午之后曾经跌了259点 低位见17352点 恒指最终跌了238点 周报17373点 成价801亿 方向市跌1.5 跌3778点 美团跌超过3% 腾讯和阿里跌超过1% 2号赌股售额 银鱼跌超过5% 金沙跌超过4% 油股逆市做好 中石油和中海油升超过1% 看看昨日的北水盘路 内地中秋过庆长假期前值 北水继续密密在低位买货 全日落41亿3千万正流入 连续4日吸支 个股方面 美团和公行分别吸支6亿1千万 和3亿5千万 股价跌穿300元关架 腾讯也有2亿3千万正流入 正流出的个股方面 中石油走资1亿9千万 中移动走资5千万 跟Rabby说说股 刚才看到了股价跌了很久 大家在想第四季会否会好些 先问短期情况 现在有关键就是A股 北水 今天开始放假 其实放了很多天 整个下星期一直放 到10月9日才恢复 究竟在相对本身成交低的时候 再缺水一点的情况 是会有机会再破底 还是反而容易推升到反弹呢 对 其实成交那边 或者你说A股北水这边的说法 真的很两体 我们说成交低 有时会觉得 对于市场好像再淡一点 或者没什么动力 但也有一样 有时成交低就容易夹一点 我想大家都知道这些情况 所以你说 只看内地放假 武北水这些因素来说 究竟对于市场是好还是坏 这个就真的挺难去说的 我自己觉得 反而也是一样 如果你说目前的环境上看 就是说真的 港股的看法 就算了 可能昨天要坐完低位 因为不排除的 很多时候坐完低位 第二天回来 或者第三天回来 可能弹一点 但是最大的问题就是 整个趋势有没有改变 或者整个基本环境 有没有改善 似乎这两样东西来说 就要再看 我想未那么快 是可以那么快判断得到的 所以如果你说 就算今天 可能可以承接着美股 昨天晚上弹一点 今天港股弹一点也好 又未主要说 真的一下子 就去得太乐观 因为始终我想 现在影响着港股的因素 其实 当然了 像我说的 其实都不是今时今晚 都约了整年了 所以你说 审慎的看法 其实一直都存在 我想都不是这一刻 才需要这样去看 最主要你说 可能特别 由年后 既然高位 不断下来 可能二三季 就是第二季 开始下跌的主因 当时最主要当然是内地 因为有一个比较大的落差 就是经济面 因为年初炒复苏 炒过26,700 之后就是第二季 见到内地经济 开始不行了 那个落差比较大 就令到股市退下来 很多股值要剁 所以其实 头一阵是下这些因素 但是你说去到 这一刻 近这几天再穿底 那个主因就刚才正在说外围 就是特别 大家对于美国息口的看法 有过可能改变 因为本身 这个情况 其实以前不是没有试过 今年年初也试过 去年也试过 因为当时也不断觉得 已经加了旧息 不会再加了 或者会怎样怎样 对 年头又加了 对 变成一变那一刻 有年老师是会有个反应 所以这一刻也有点类似 因为近期大家对于 美国息口的看法 也有一个改变 所以股市就要再捱一阵 所以你可以说是 几个因素 而令港股 落到这些位置 所以如果你说 后市可否看回乐观点 我想最主要一点 就是看刚才这些因素 究竟有没有很大的改变 一来可能看着 大家对于息口那边 希望不要再觉得是更加凉 如果突然间再变 越来越凉 对于股市是会再压一阵 但如果你说没有 可能也是OK 维持这样的看法 我想消发完之后 会慢慢站稳定 而另外当然看内地 因为始终 刚才提到过去跌 就是浪力经济的情况 内放的问题 过去见到 譬如上几个星期 内地出的数据 其实开始是有个打底 但问题是打底还是打底 是否回升 这是第四季是最关键的情况 因为招数内地出了一点 我想看看成效 可否在第四季 可以体现得到 如果你说可以拉到 经济是有关增长上来的 那对港股才会好一点 或者多一点的憧憬 所以暂时来计算 短线 我想还是可能偏审慎 又不是很淡 我觉得这位置 我又不是预期会大跌 我不是一下子 看回去年14、5、97那些位置 那么夸张 但是你说要下到这位 是否等于马上可以回升 无论从刚才说的 基本因素 或者从技术面 你看现在压着所军线 楼下一个行的趋势 来计算 我想又很难 是即时这么乐观 所以短期偏继续审慎 但是中长期 我想刚才提到那些因素 还要看怎样变化之外 如果说港股估值 我认为是低的 其实上星期都说过 如果是中长期来计算 又不是真的 去到这位 都觉得还要很大 一个限的风险 但是短线 我想在气氛 或者刚才说的因素 没有太大 在转变之前 比较难有很大的逆转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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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